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针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的8月19日 昨天肖建华在上海被秘密判决有期徒刑13年 外加罚款650万 另外他所控制的明天系也被署罪并发 重罚550.3亿 还记得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杀大户策略吗 在我看来肖建华就是那个被党选中 用来替党出清债务的大户 接下来在党的代杀名单中 最肥的当属澳门三大小赌王了 看来今年共产党的这个税收外收入 想不创新高都难啊 什么是税收外收入呢 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 比如国家资源有偿使用 国有资本经营等等 这些都是大头 但就中国目前来说 增速比较快的应该是罚款啊 正好前两天 8月17日 财政部公布了今年1到7月份的财政收入数据 其中最醒目的一个数据 就是7月的非税收入 同比增速高达36.3% 而6月的时候 这个增速已经达到了33% 千万不要以为共产党杀大户就没有普通老百姓什么事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加大罚款的力度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切身的体会啊 这期视频我们就结合以上两个新闻 来给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搭搭卖 聊一聊接下来马上要到来的大罚款时代 这期节目我们换个套路 先把那些冷冰冰的财政数字放在一边 我们先来聊一聊明天系的八卦 我认为皇上对付肖建华的整个操作流程中 有很多细节是值得玩味的 首先我们看肖建华的明天系 其实是一家巨无霸金融资本集团 明天系掌控了9家上市公司 支股金融机构达到44家 金融牌照包括了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等 明天系可以说在金融业 几乎是全领域打通的 正是因为拥有这么多金融平台 所以明天系一直干的买卖 就是在中国境内用极低的融资成本 弄来巨额资金 然后投资获利 正所谓钱生钱永远是最快的 何况用的还是别人的钱 我们先不管肖建华是谁的白手套 他名义上的资产有多少是他本人的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他的这些低价融来的钱最终的去向都是海外 明天系的玩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先融资 再收购金融机构的股份 再套出这些买股份的钱 继续收购其他牌照的金融机构股份 打通金融平台以后最终把钱洗到境外去投资 肖建华被抓后 他非常配合地出售了自己在海外的资产 算是归还了一部分非法所得 而具体明天系一共从境外回流了多少资金 共产党选择了保密 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 在共产党接管明天系以后 皇上一定是赚的 而不是亏的 肖建华一定是和皇上达成了交易 谈了一个价码 这个13年的刑期具体肖建华花了多少钱搞定 怕是只有皇上知道了 当然价格绝对不止550亿这么低 我们从外部信息看 似乎包商银行是破产的 皇上还给他擦了屁股 但是别忘了明天系还拥有40多家 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 这些股份还是很值钱的 皇上是刻意营造出一种 他被肖建华坑了的假象 好像钱都被他洗出了锅 只把债务留在了国内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就知道了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 肖建华还会如此积极的配合上缴海外资产吗 肖建华通过金融平台挪用的资金 随便一笔都是过千亿的 这么重的罪 只判个13年 似乎有点轻吧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假象 事实应该是皇上这个大户杀得赚极了 这件事也告诉我们 如果皇上想要搜缴某些人的海外资产 不是没有办法的 以为留自己一个人在大陆 亲属钱财都转移到境外 就可以视死如归了吗 先熬过皇上的大狱再说吧 好 说完八卦 接下来咱们就要做一回户部官员了 咱们看看财政部刚刚公布的 今年前七个月的财政收入怎么样 这些数字背后 是不是又有一堆暖心的故事呢 官方数据显示 一阵七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2万4981亿元 扣除留底退税因素后增长3.2% 其中六月份增长5.2% 七月份增长2.6% 要知道上半年中国GDP增速只有2.5% 财政收入的增速再一次跑赢了GDP 所以今年这个GDP增速 是肯定完不成年初既定的目标5.5%的 但是咱们可以大胆地预计 今年的财政收入 那是一定可以确保完成21万亿元的目标的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 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两块 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 一般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而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大头就是土地出让金 那么一至七月财政收入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先看税收 一至七月全国税收收入为10万02667亿元 扣除留地退税因素后增长0.7% 非税收入为2万231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9.9% 表现最是亮眼 然后我们再看看土地财政如何 一至七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3384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8.9%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279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1.7% 所以到目前为止 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是非税收入 我们之前说过了 非税收入里包括了罚款 这个数字已经很好的反映出 今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 各地的罚款力度都在加强 我们参考去年的数据 2021年全年财政的非税收入 才29808亿元 同比增长4.2% 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增速20%来估算 那么今年的非税收入至少可以增加6000亿元 6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一个上海一年的财政收入啊 今年上半年上海的财政收入才3795亿元 也就是说今年中国政府光在非税收入上的增长力度 就相当于中国多了一个上海啊 我这还是保守估计 预计下半年财政非税收入的增速还会继续创下新高 可别忘了李克强刚刚南下讨债了 要各地确保完成上江黄粮的任务 那么好 现在7月份的非税收入增速是36.3% 接下来的8月9月呢 大家猜这个增速会达到多少呢 欢迎各位留言给出你们的推断 每回我只要说哎呀这个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速都超过GDP啊 他们分走了社会财富最大的那块蛋糕 哎这时候呢通常都会有爱国人士出来反驳我 他们说啊你不能光看政府收了多少钱 你还要看他花了多少钱呢 他多收了钱那是因为他需要花的更多呀 哎没错 今年中国政府的财政开销确实是很大 但是我们去回看历年数据就会发现 几乎每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这个增速 都是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速的 只有两个年头除外 一个是2020年 另一个就是今年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疫情啊 我们看今年前7个月的数据 一至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675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4% 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增速最快 高达20.5% 然后是交通运输增速13.1% 接下来是农林水 8.7% 卫生健康8.6% 这几块开销为什么大呢 科学技术那不用说了 就是芯片大跃进嘛 交通运输和农林水 这都是跟基建项目有关的 至于卫生健康 当然是因为有疫情啦 大家自己想想 今年做了多少次核酸 打了多少疫苗 你是没掏钱 财政掏钱了吗 国家的钱哪来的 政府又不是挣钱的企业 那每一分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收来的税吗 那么我们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 财政收入只有这么多 但是这几块的开销却这么大 这是不是就说明有些地方的费用被砍了呢 没错 我们看看共产党都砍了哪些 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开销 教育 文体传媒 环保 今年这几块的支出是不及预期的 我们拿教育来举例说明 今年年初打预算的时候 教育开销定的是41404.4亿元 但是到7月份为止 教育只支出了21837亿元 如果按照预算进度来推算的话 7月份应该要花到24152亿元才是 可是这里就被砍了2300亿元 教育可是历年财政开支的第二位啊 未来让大家都做核酸 共产党连教育费用都可以砍掉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共产党认为老百姓做核酸的重要性 是高于老百姓接受教育的 这个结论可是共产党的财政数字告诉我们的 欢迎各位爱国粉红们同样用数字来反驳我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中国政府前七个月的财政收入总体上增速还是跑赢了GDP 不过主要是靠非税收入来创收的 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靠增大罚款力度来给财政贡献力量 这个月刚刚判了肖建华的案子 这一下账面又可以多出来五百多亿的非税收入 接下来的待宰羔羊就是澳门三大小赌王了 预计这三个人加起来 罚单肯定能超过肖建华 至于对普通人的罚款 可以比如加大交通执法力度 城市综合执法力度 涨电价水价供暖价格等等 还有新进的拿手好戏 就是核酸常态化 不是罚款 甚至罚款 另外我们上期视频说过的 公职人员减薪拿房票以后 更多的权力寻租将会涌现 那么社会各阶层 只要你还活在中国社会里 你干很多事情的隐形成本就会增加 这些躲是躲不掉的 皇上刚上台的时候 减化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流程 大大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 获得了民间的一众好评 但是这种事 怕是以后也要开始开倒车了 接下来各级公务人员的代证 和权力寻租 都会让中国人的日子 变得越来越难过 这就是广大中国人 以后将要面对的大罚款时代 以上是增收 至于财政开销方面 芯片大跃进预算超支的最多 这相当于是皇上交出去的智商税 接下来就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开销 都贡献给了核酸检测大事业 然后是配合大基建项目的交通运输和农领水 这些都是超支的部分 至于不幸被砍的费用 主要是来自教育事业 毕竟中国老百姓除了需要学习爱党爱国以外 其余的知识 在党看来那都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党果断砍掉了一块教育费用 以后罚款是越来越重 名声是越来越轻 这就是藏在整个财政数字背后的暖心的故事 你有没有被党的良苦用心感动到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